三、二、一、二 市长谢国良率领市府都更团队 还有关心都更的多位议员 以及立委林佩祥、基隆服务处主任 一起为安乐一齐国宅的都更工作站成立揭牌 市府将以都更专业来全程辅导协助 其中六号基地已经进入招商阶段 居民和当地里长都相当开心与期待 市长谢国良表示 将尽力协助领选最优质的实施者建商 来合作多更案 然后其中我们安乐区最帮忙的一座 就是我们凯林一座 真的一路走来 他真的帮忙很多 因为机费的问题 我们经常去把他印东西 他资料都印免钱 非常感恩 然后六号基地 真的走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 到最后一个阶段造商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建商 可不可以进来 我们很怕没有人愿意来盖我们的房子 因为我们现在房子漏的 都在漏水 46年了 我们这个房屋里的46年 所以大家住的还蛮辛苦的 所以西洋真的这次都更可以成功 然后六号基地如果可以成功的话 我们其他的基地 都会慢慢陆陆续续的会跟上他的脚步来 一起来进行 也不是说条件 给的越凶 就是越好的都跟实施者 真的还是要在两者之间 因为住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 这是大家一辈子的居住的地方 就是这个 未来要去 好好的去找到最适合的对象 那我们独发住 我会拜托秘书长跟处长 都给大家做好的建议 因为他如果做都跟 然后他说他从未做过都跟 我就很担心 但是要做都跟 好你做过什么都跟 拿出来我们看一下 这样才是一个好的 一个都跟实施者 我们的选择评选 所以总之我们会在 上述我们讲的这些 不同的情境之下 替我们安乐一起 找到适合的实施者 大家说好不好 条件上 市政府一定帮大家把关 我们今天要招商嘛 那我坦白讲如果大家条件多不多坏 我会等会分很多很多 我们分不够的 人家也没来啦 不会带人去 但是我们绝对争取最大的利益 来给大家 这个第一个最大利益 第二个绝对的公平 绝对的公平 这样我也曾经碰过最有人举手 哎呦啊为什么他 他可以分的比较多一点点 永远都分不公平 但是我们绝对用最客观的角度 去算出来最公平的公司 啊有些小的东西 他不要那么计较 我们就有机会成功 我简单的讲就是这样 所以希望我们未来 除了我们六号基地 后面整个一期 一千多 一千三百多户吧 我们一步一步来 那现在进入这个招商阶段的部分 我们市政府也会将这样的资讯 广为让这个相关 不管是基隆 或是我们双北的这一些 比较优质的这些不动产工会或建商 希望他们来评估来投资 我们这一个杜根案 那后续呢 这个开发商进来以后 我们也会全力以专案的部分 来协助包含相关都市更新的 有一些审议程序啊 还有都市设计审议啊 还有建造等等 我相信过去可能这方面 有一些开发商对基隆的这一些都省 建管的程序会比较担心 不过我想在这边也喊话 就是说经过去年到现在 我们在建管都省 我们有相当大的革新 所以相关的效率 或者是平行协调 其实市政府都发出作为一个 单一的窗口 我们都很愿意来协助各项 这个有关请造的一个问题 那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 希望由这个六号基地 当作一个示范 多位市议员跟立委林佩祥 基隆服务处主任沈益传 都到场恭喜祝福 更感谢市长谢国良一上任 就大力来推动都更 尤其在我们谢市长 这样子努力的推动之下 把这个工作站设立在这边的话 我相信我们六号基地的成功 是越来越近的 谢谢大家 谢谢市长 那今天是临门一角 在谢市长的这个督促之下 把这个都更做一个 积极的一个政策的推动 把工作站已经设立起来 我希望在最后的一个阶段 让我们大家 这个祝福们大家 有共同的一个理念 共同的想法 让找一个最优的实施者 我们来把这个事情 促成都更 像都更基隆市真的 老旧的房子太多了 包括服务处本身也都是 老旧的房子 五十几年就 有的三十几年就已改了 所以说市长这么用心 一个点一个点子就亮起来 我当时在议会 所以这一次的会期的时候 就拜托谢处长 方秘书长以及谢市长 看能不能帮我们 用自己的人脉以及资源 帮我们找到更好的厂商 更好的建商 让我们的都更能够顺利圆满 我们期待在谢市长的手上 把这个都更完成 让我们的三明里 做基隆第一个完成都更的社区 我们希望由市长 方秘书长来带 将我们这实际做法 尽快来完成我们三明里 一席的结局 让我们一席这边能够 每人每块 四十几年 将近五十年 这个房子都跟一个 都会上台 过去都 过去的市长已经在努力 好不容易 让我们谢国良 谢市长能够有办法来 推动这个社区 希望我们三明里 所有还没 响应的人 很快的响应 最后再加上 林美一角 赶快把后续的程序 能够办完 然后领选到 优良好的建商 然后尽快的来进行 来担任我们的实施者 然后尽快来进行 都更实际推动的工作 市长谢国良说 将和市府都更团队 积极推动 安乐一起国宅的都更 让居民能早日入住新房子 安居乐业 打造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